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型货车受限于自身结构 运动性能远不及小车 由于自重大 重心高 结构复杂 具体表现为提速慢 制动难 容易侧翻 由此可见 重型货车并不适合激烈驾驶 人怎么样 准备什么大物件 是手牌伤 是吧 什么回事再讲呀 就是路我省差了 完了我已经打坐打击了 你在楚河那上面走 当时你实际上要往这边来 对了 然后邻近哪个地方看着打坐了呢 就到那个这一堆树边那个位置了 完了一过来 这个网上线过了一半了 对 网上线就不能够齐压了 知道吧 之前那里就要变道结束 且不说这种庞然大物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影响 激烈的刹车和转向 对驾驶人自身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话说回来 小车就可以仗着自己车身灵活 为所欲为吗 车身附近走 车身附近走 车身附近 你怎么回来啊 我本来往武汉去 应该走这个道路哲出来了 到哪个树去了 我以为那个树子也可以变过来 我这打方向达得有点狠 其实这些情况往往发生在 驾驶人错过路口 强行纠错而错上加错 这也是子类路段容易产生违法行为 和交通事故的原因 错过路口胡乱操作的话题 我们已经说过多次 今天我们一起到路上去看个灵带 为了避免错过路口 交款交通部门 在管理和建设高速公路时 也提供了被动抵救方案 在每个出口或者互通枢纽前 两公里都设置了显眼的指示牌 在接下来的一公里 500米处也设置了相应的指示牌 都是在提醒驾驶人进入右侧车道 提前做好便道准备 如果前面说的各种主动被动方案都失效了 来到杂道口 留给安全便道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各地交警也是想尽了办法 有的杂道口附近设置实线 甚至是震荡线做警示 那么最佳便道时机还要再提前 此时强行越实现或导流区便道 既违法又危险 罚单和事故风险如影随形 既然无处可退 往前开到下一个路口掉头 多出来一点点时间和费用 怎么看都更早算 警察叔叔劝你不要飘 你永远都不知道罚单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 飘赢了罚款雨约谈 飘输了撞车又单责 向前走别留恋错过的那个路口 守法规之理让安全文明出行 你当时是哪个处理事 边都是边吃的 味道打倒 肩膀喷得满腿的 一直拍到小净齿口车子后 突然从那个快乐道 强行往那边的 边的你哪个都很危险 你今儿那边三个有 心里有三个防装沙通 一直装在防装沙通上面 又环充 那像那种情况 我告诉你说 过了路口 往前直走 到下一个出口 雕塑再回来